我愛你 可以這樣切換模式 不同的模式 像語言 或者是全景 或者是小行星的模式去拍照 然後我們可以拍照 或者是拍video 或者是live的直播 透過youtube 或facebook等等的 一些社群媒體 然後 拍完的照片呢 我們可以進來這邊看 一樣可以切換不同的模式 另外一個是我們可以支援VR 可以放到daydream 或是carboard裡面去看 然後目前我們的照片 如果搭配zenfone 4的話 就是拍完之後 它也會同步存到我們的gallery裡面 就是華碩的gallery 華碩的gallery一樣支援360的照片 然後也支持VR mode模式 可以create自己的360照片 感谢观看